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美国联准会 昨天晚上总算开会决议五月份 再次升息一马 那我想这个都符合市场的预期 并且联准会的谈话当中 大概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暗示说 后面应该不会再升息 所以就符合市场预期 就五月份 会是这一轮的升息循环 里面的最后一次的升息 照理说来说应该是利多 但是美国是他指数 却在收盘之前 全部掉下来 当然跌的并不多 都是由红翻黑的一个小跌的走势 那主要是因为联准会 做出了第二个暗示 意思就是说 暂时也不会降息 所以呢 市场可能原本希望听到一个更乐观的说法 就说不会降息 就统统掉下来 但其实跌的有限 因为之前我就说嘛 其实美国的研究机构的统计 就过去的历史经验 当联准会升息结束之后 后面大概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之间的累积涨幅都相当不错 都是一个强劲的涨势 所以并不是说 停止降息之后开始升息才涨 没有是 只要不再升息 然后股市就会涨 反之 股市涨上去 真的开始降息之后 可能就不会涨 所以 我是乐观看待的 就是当美国五月份 做出最后一次的升息 以后面比如说 利率就停在这边半年或一年好了 那股市其实是容易涨 那只要美股向上 台股基本上是联动 所以我对于未来台股半年一年的行情 是越来越趋向乐观 那今天台股呢 目前录影的时间12点25分 小涨大概四十几点 OTC涨0.5%也差不多的表现 所以今天 反倒走势比 美股来得更强 但强量并不大 大概只有大概2000亿左右 那其实 道理也很简单 一来五月份要缴税 未来大家在等 五月十号之前的营收的公告 5月15号之前的财报的公告 那昨天AMD就公布了财报 第一季的数字 营收年减9% 比Intel的年减30几%强的相当多 但股价还是大跌9% 然后他预估第二季的营收是持平 然后对于下半年展望 说是非常有信心 会有成长的表现 其中他也提到就是说 AI的需求 看起来相当乐观 所以这个说法跟台积电不谋而合 而台电预估第二季是衰退 但反倒是持平 所以他说法其实跟数字是优于台积电 但股价反而跌了9% 可能是因为第一季亏损了0.09%吧 但是其实亏的也并不多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AMD的财报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差 但是股价仍然跌了9% 代表就是说 其实晶片股 大家终究还是要面对一下财报的考验 今天跌9%不见得明天涨不回来 但是终究还是要面临财报考验 因为第一季大部分营收不好 第二季可能 台电就已经说在前面了 第二季是往下的 展望可能也不会太过乐观 大家都要期待到下半年去 所以 电子股 ICIP我认为都一样 就是说 陆续等到财报公布完之后 5月中旬过后 比较容易有表现 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大盘 比较容易量增向上的时候 在此之前可能就是一个量数的整理 然后就看个股的表现 看谁的财报强 谁的营收强 谁的获利强 或者谁有题材 或者政策做多的 在这边相对会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那也军终股来说今天大部分都是拉回整理 最强的 今天算是龙钢 上礼拜这个高点来到56.9 礼拜五来到58.6 礼拜来到59.9元 然后找上映资料的时候59.7 刚刚最高就已经来到60块2 有再次回到了60块的一个大关 那过去 几乎都是连续性的往上 只有一天是拉回 股价又回到所有的均线之上 稳稳的向上走 成一个多头牌例 就像我说的嘛 前面高点63块2 或者这一波最高的首盘价是62.8元 今天股价已经来到60块2 真的要涨盘中 一根就上去 一根就过关 那所有的金融股 今天普遍都拉回 是因为过去一个礼拜 其实大部分都涨上来 所以说一个涨多的一个 修正 整理 轮动的架构 今天就跑到资安股去 那我认为这都合理 那以龙刚来说 第一季的获利1块2 年增6成 而且创下第一季的单季的 新高的记录 所以其实业绩真的是好到不得了 然后 4月份你说还没看到 但过去连续一个月的 一整年的时间 每个月的营收 年增率最小17% 平均两成 三成 四成 五成 甚至到69% 接近七成的都有 所以去年真的是业绩超级大好的 而且今年持续延续下去 因为公司表示 一些相关的航太的订单 非常的强劲 目前接单已经满到今年年底去的 八九个月的接单都满 三云收创了一个历史的次高 如果未来每个月都维持 差不多这个水准的话 今年我估计可以轻松赚 大概6块钱 那股价刚好来到60块钱附近 本益比只有9倍10倍 刚好来到10倍 不是这相当便宜吗 因为一堆军工股 本益比什么30倍40倍50倍的 200倍的1000倍的都有 像这种本益比只有10倍 兼具营收成长 获利成长 本益比又低 又具备军工的体材 有料的军工股 本益比又如此低估 昨天投信买了3000多张 这一波投信总共买了1万多张 像这种股票 就是我说的 昨天买了3279张 投信 这波买了1万多张 如果要军工题材 他也会跟着涨 要财报数字 他也有 营收成长都不输人 进可攻退可守 这种就是法人最爱 这个也是 就是我说的 我们今天只买机密股 我就是喜欢买这种股票 所以你看 虽然说从63块打下来 其实很快的 就回到高档 因为 数字就是真的是那么强 就是我说的 我们只买 数字最强的机密股 那其他的军工股 今天算拉回 我觉得问题并不大 尤其这场市选的股票 其实都已经经过 数字上的筛选 比如说千富去年赚6.11 涨到150本益比 其实也只有25倍 大客户洛克西的马丁 这次也跟着25家军火商 一起来台做参访 所以maybe会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更多的订单 而且洛克西的马丁 类似军物产业里面的 台积电的地位 因为全球最强的战阶F35 就是他做的 能打入供应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所以洛克西的马丁 还拿下另外两家 大型军工厂 供货的资格 下半年只要陆续出货的话 去年赚6块 今年如果赚个八九块 本益比是越来越低 像这种股票拉回过程 其实我认为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风达克 第一季获利1.27 虽然比去年第四季 稍作拉回 去年第四季是1.31 第一季1.27 但是毛利率从26.49 增加到27.09 其实有时候看财报 不单纯只是看 获利的数字 因为淡忘机会影响获利 但是毛利率是一个 获利结构改善的最重要的参考 从29到24 22到24到26到27 毛利率一路向上 过去一整年的时间 每个月的营收成长 年增率 4月份营收年增率9成 然后7成6成4成8成7成6成5成8成 飞机好的不得了 那目前手上接单也满一年 而且后面要新增一个飞机保修的业务 这个应该是台湾的军用相关飞机的保修业务 这一块也是一块大笔 灌进来之后 今年要赚个七八块不是问题 所以后面题材还非常的多 所以呢创高拉回 这边稍微做一个整理 520之前 这一组随时会再往上 随时会再往上 然后这次做多了 还有能源股 比如说深微能 我们持续的看好 今天最高来到122 也平了前面的高点 122块 所以4月中旬的拉回 能源股很快的也涨到高点 2月份的获利0.17符合预期 旗下包含有风电光电气电除能 以及造零碳交易 全部都有 所以所有的题材都有 我今年赚个两块多 明年预估要赚超过10块钱 本路约上给个200多块的目标价 其实就是在反映明年的获利趋势 因为包含军工产业 包含能源产业 看来未来都是一个成长的长期趋势 所以这种长期趋势 本预比一定会很高 未来我认为本预比应该都是30倍起跳 所以深微能 股价持续强势 那昌和 早上装死了一下 然后呢 盘中一度翻红 股价目前113已经落后了 深微能大概快要接近10块钱 那四月营收已经公布了 原本预期会小掉 但是还是维持一个成长 小小成长 连续两个月都创30个月的营收的新高 那公司有提到说 第二季 营收持续成长 毛利率上看四成 去年赚4.57 我估计今年可以赚7到8块钱 不管你从哪个面向 营收成长 毛利率向上 能源的趋势 或者获利 本预比 股价都是低估啊 所以这种股票后面还 大有可为啊 就等一个发动的讯号 然后政策做多了 还有一个新的东西 而且你要知道说 越新的题材 越容易飙涨 越新的题材 越容易有新的标股 那个就是所谓的探权交易 因为政府宣布说 今年要成立全新的探交易平台 探权交易所 原本预期7月份要成立 现在说可能 时间来不及 可能要到9月 但是其实这也没有太大时间的落差 因为这是一个趋势 未来全球在减碳 都需要有碳权的买卖 排碳太高的 你可能会被罚款 你就要去买碳权 那碳权怎么来 比如说你可以 弄很多的森林 你就可以制造很多的 碳权去卖给人家 所以这个部分 未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商机 所以这个碳权交易所 预计7月份延到9月份要成立 这是一个全新的题材 所以这一波为什么 纸类股会突然间喷起来 滑纸一下子从大概17块 喷到20几块钱 就是因为非常大的领地 然后呢 我们昨天就说 我们在盘下布局一档 碳权新标股2XXX 盘下买进 今天早上冲到61.4元 大涨6.48 创波段的新高 就是2206的三洋工业 今天就非常的强势 大涨创新港 而且成交量今天是全市场第二 这个我说的嘛 就是钱往哪边去 行情就在哪边 日经往哪边跑 标股就往哪边跑 有钱才有行情 成交量就像前两三天 常常第一名的是汉翔 今天第二名的十三洋工业 所以股价创新高 这是有道理 因为钱都灌进来了 他都往第二 二月份的获率就0.64 那二月份的营收是49亿 三月份的营收 大增19.5% 多了10亿 创下历史的新高 而且年增率高达41% 二月份的营收 年增率高达75% 业绩好的不得了 所以如果说二月份就赚0.64 三月营收大增 接近两成 获利可能就接近9毛钱 或者接近1块钱 所以我估计 第一季的获利将上看2块 而且第二季看起来持续乐观 三月营收 三行汽车销售是掉下来 大概掉了2 30% 但是他们公告的 他代理现代汽车的销售 是成长了14% 汽车比较贵 机车便宜很多 所以汽车销售的大增 会弥补掉 那机车销售的减少 估计四月营收 还是在一个新高的附近 维持高档 那今年本业持续成长 上看8块钱 那现在的股价多少 60块钱不到 目前股价59块半 60块不到 以一个成长的产业 10倍本益比叫做基础的 本益比空间都还不少 可能都还有超过三四成的空间 而且他转投资农林 农林非常庞大的林地资产 光是资产开发就是一块大笔 那未来可能林地 你连开发都不用开发 光是卖探权给人家 就可以大赚一笔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潜在的探权收益 非常的庞大 所以本业加业外 潜力都非常大 而且又要引进轻能车 就是绿能的概念 相关绿能概念 本益比现在都二三十倍以上了 这个连十倍都不到 空间相当大 这探权新表股 所以再来要买的 都是要买这种新体育 那除此之外呢 资产股也非常强劲 那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太多了 那再来除了探权之外 我们也锁定了 数字非常突出的资安标股 准备在明后天 带着大家一档一档 做五月份全新行情的布局 那我们今天买的都是精品股 都是最好的毛利率 盈利率 EPS 成长性 市占率 所以欢迎大家 跟着我们一起布局 最新的五月份的 新一轮的精品标股 那 欢迎大家都来叫我的LINE 加入之后留下您的LINE的ID 或者电话都OK 就可以享有一次 最新标的的买卖进出点 那如果说你在之前就有留下你的资讯的话 昨天你就可以跟着我们在盘下买 2206的三阳工 那今天股价涨上去 创新高 很快就开始获利 那再来的资安的相关的新标股 希望你可以跟上 希望你可以跟上 把握机会加入LINE 留下你的ID或者电话 就可以享有一次最新标股的进出买卖点 看完节目 请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每天最新节目资讯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